记者谢介宇南投报道,天气热爆,南投县避暑圣地西头又塞爆了。 今日上午11时许,台大实验临馆处上线1500个停车位便已全部客满, 一只车辆回堵达4、5公里之远,不但游客游行受影响, 地方居民也叫苦连天,更将描头指向缺乏路况逆境电子系统问题, 以历早日远离假日塞车的梦魇南投县路骨香阴溪头、山林溪、妖怪村等风景据点良多, 素有台湾小瑞士美名,尤其天气日益炎热,每逢星期假日, 总是吸引络绎不绝的上山避暑缆圣人潮,导致对外唯一恐到阎溪公路151线, 交通经常打劫,今年暑假以来,温度不断飙高, 加上妖怪村引进亲子飞车及金角同搭乘森林飞船两项游乐设施, 更增添油气多元的一面,亲子们漠不跃跃欲试, 不过,游客表示,若西头也能比照其他风景区设置路况预警电子系统设施, 让他们及时得知交通讯息,便能提早变更旅游地点与行程, 也不至于陷入车阵玩到一肚子火。 南投县副县长陈正生指出,热月谈,清静,西头市县内三大旅游轴线, 前两者因业者都有提出需求,因此早已设置路况预警电子系统, 唯独西头仍没有,假使台大实验林管处提案申请, 县福也一定会透过道安汇报鼎立项著, 台大实验林管处说,该处对于改善塞车问题也十分重视, 除了将提案把西头也纳入路况预警电子系统以外, 对于入员购票,停车场收费等相关事宜, 也考虑以电子化替代目前的传统人工作业, 依缩短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, 但强调,西头腹地有限,建议游客不要集中在假日, 能分散于平常日前来游玩, 以避免塞车并确保油气品质。 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表示, 初估今日至少上万人前来西头游玩, 在路况预警电子系统未设之前, 则先以人工方式在路旁或分隔岛树排善尽告知职责, 并呼吁民众遵守交通法规, 以确保快乐出门,平安返家。